大家好 又是立即學投資的時間 今次會和大家分享一隻日本的REIT 上市代碼是8954 是稱為Oryx JREIT Inc 之前在另一段的日股投資影片 是介紹過1476 iShare Core REIT ETF 開始之前再和大家輕輕重溫一下 REIT的中文名是房地產投資信託 或者是不動產 因為日本會叫做不動產 英文是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是一種將物業 房貸 資產底下擔保證券等資產證券化之後的商品 香港的領展823就最為人熟悉 之後我們要分清楚REIT和REIT ETF REIT ETF是一男子的REIT 而今次講的是一隻的REIT 就稱為Oryx JREIT 代碼是8954 Oryx JREIT在2002年上市 都有20年歷史 主力投資在辦公大樓 住宅公寓大樓 酒店等等的物業 他投資的物業有一半都在東京 再有20%在一個叫做大東京區 Greater Tokyo area 剩下的30%就遍佈日本其他的地區 物業的類型方面 佔比最多是辦公大樓 佔了5.5% 其次就是零售設施 大約是15% 剩下的類型就包括酒店 住宅公寓和一些物流設施 其中大家可能都有去過 一個叫做 Cross Avenue Harajuku 原來就是8954 這隻REIT所擁有 8954現在的市值 大概是5000億日元 是日本第8大的REIT 市盈率現在是27倍左右 它的股價現在是187,000日圓 在2021年12月 它的股價是接近18萬日圓 即是在2022年頭五個月都上升了3% 講到日本 大家都會好留意到日圓的匯率走勢 在2022年頭五個月 日圓對港元已經下跌了15% 雖然8954在日圓的價格上有上升 但當你用港幣計算 由2021年尾 到2022年6月初 8954以港幣計算 其實是會錄到虧損 同時要記住 投資是兩邊看 日圓跌了 但是在現在你去買入日圓的資產 你都可以說是便宜的 所以怎樣去決定 都是靠投資者你自己 再講回REIT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它有不錯的股息 大部分都是半年派一次 甚至有些是每一季都會派 而這次講解的 8954 就是每半年派一次息 它的dividend yield 是大約有4.4% 股息就派了上次是7100日圓左右 留意多一點 日本是會徵收大約15%的股息稅 讓我們重溫這次的內容 這次跟大家介紹是日本的REIT 8954 房地產信扣基金 主力是投資在辦公大樓 零售設施 酒店和住宅公寓的物業 現在市值是5100億日圓 即是大約港幣300億 股價現在是187,000日圓 一股 每手是一股 所以入場的門檻 大概是11,000港幣 如果想投資在日本的不動產 就不妨去考慮 REIT 8954 記住所有的投資 不論是證券 物業 外匯 房地產信托基金 都是有風險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看我們的片段 如果你對以上的片段 感興趣的話 希望你給個like我們 或者share我們的片段 或者subscribe 或者按個鐘 如果有任何投資的意見 或者 comment 意見的回饋 希望你在留言區跟我們分享 多謝你